近日,居俊叶公开宣布将与大S结婚 此消息一出,惊动了众多网友 首先,对于居俊叶的外貌就提出了质疑 称大S不应该是眼狗吗?怎么会看上他呢? 并且还有网友说,如果是一个小鲜肉,可能还会羡慕 但是现在只想问大S为什么想不开 除了外貌,居俊叶早年前的一些行为也被网友扒出 可以说是非常奇葩了 首先,已经50多岁的居俊叶依旧和母亲住在一起 完全算是一个八宝男了 并且,平时的吃穿用度都是由母亲打理 自己似乎没什么自理能力 更离谱的是,在母亲独自在厨房里劳动时 她却独自躺在自己的床上 没有一点想要帮忙的意思 到现在,居俊叶吃饭时 她的母亲还会把鱼刺挑好之后再送去给她 连节目字幕都忍不住吐槽 要给你挑鱼刺到什么时候 除了自理能力之外 居俊叶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夜总会或酒吧 她在2002年到2009年间 多次接受了毒品检查 虽然结果均为阴性 她自己也多次否认 但也让公众对于她的品行打出了一个问号 居俊叶还曾经传出和同门师妹蔡妍的绯闻 因两人多次被派到亲密举动 但在事后,蔡妍在节目中解释 居俊叶只是在说话的时候 喜欢摸她的屁股和大腿 所以,大家才会误会两人 看来,两人真的只是同门兄妹 除了和同门师妹传绯闻 居俊叶还被扒出 在之前参加某个恋宗时 曾全裸出现在节目录制当中 画面中看到居俊叶光着身子 连头都是光的 身体似乎有些发浮 能明显再看到身上的肉 网友们看见这个,纷纷喊话 要大S赶快逃走 还有,要汪小飞接走孩子 更多的是对于居俊叶在节目中全裸出现 表示不理解 对于两人的恋情 大S的妈妈似乎不是很认同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认识这个韩国人 女儿结婚也没有通知她 虽然想祝福女儿 但是对于这个恋情 她还是表示很无语 不仅如此 大S在结婚之后 才告诉妈妈和妹妹 两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下巴都惊掉了 妈妈当即立马开骂 母女俩至今还在冷战 更是被气到吃酱压药 但是作为妹妹的小S 则表示祝福 希望姐姐能够幸福 不仅仅当即开骂 大S妈在随后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是否会和女婿见面 她本人表示 就看老娘到时候爽不爽 想不想和她见面 到时候再说 网友说得好 国外有卡戴山家族 国内有大S一家 要是他们家拍出一个家庭综艺 肯定也有很多人观看 居敬夜曾经因人气歌手 苏惠伦的邀请登上舞台 大S作为观众 也来到现场 见到居敬夜后 产生了好感 但因为当时的演艺界 禁止谈恋爱 也因各自忙碌的工作 他们很少见面 恋爱一年就分手了 大S曾经是居敬夜的粉丝 他们在后台一见钟情 就在一起了 居敬夜还为了她 非常努力在学中文 而大S也为了她 在脚踝上面刺青 就是为了能够纪念这段感情 可惜的是 最后没能走到最后 婚讯曝光后 网友们纷纷说是 终于实现梦想了 大S还是如愿嫁给了对方 网上还曝光了一段 大S早期采访居敬夜的视频 节目中 大S面目含羞 一旁的小S 还时不时就抛出 会不会在台 交一个女朋友带回韩国 又问对方 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似乎是在给自家姐姐探口风 而居敬夜当时就表示 喜欢善良的女孩子 并且会带一个台的女朋友 回韩国 不仅如此 大S还直接邀请她到自己家玩 随即又露出害羞的表情 看得出来 当时的大S确实是挺喜欢居敬夜的 之后大S问小S 你想光头会跟我结婚吗 小S称 如果用诚意感动对方 应该没有问题 大S便许愿 我希望她跟我结婚 真是没想到当年的 竟然成真了 但是 居敬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居敬夜早年前的一些行为 也被网友扒出 首先 一个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 依旧和母亲住在一起 并且平时的吃穿用度 都是由母亲打理 自己似乎没什么自理能力 更离谱的是 在母亲独自在厨房做饭时 她却躺在自己的床上 没有一点想要帮忙的意思 到居敬夜吃饭时 母亲还会把鱼刺挑好之后 她才吃 节目组也为了不尴尬 配上了 要给你挑鱼刺到什么时候 的文字 也算得上是一个 没有自主能力的妈宝男吧 还与同门师妹传绯闻 摸人家腿和屁股 居敬夜还被扒出 之前参加某个综艺时 全裸出镜 网友们也为大S操碎了心 看见这个纷纷好话 赶快逃 而且大部分网友都很怀疑 大S的审美 说她不算什么的 怎么就迷上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无疑是实锤了 还没缓过神来的吃瓜群众 转念一下 这好像也确实是 大S干出来的事 三八节当天 官宣闪婚 太勇了 关于大S的二婚老公 居敬夜 很多网友都表示 不认识 不熟悉 随着消息的曝光 这位新姐夫的生活日常 也逐渐浮上了水面 据报道 居敬夜1969年 出生于韩国 现在已经52岁了 1996年 居敬夜和江源来一起 以酷龙的名字 组合发行专辑 在韩国歌坛小有名气 也算是那个年代偶像级的歌手 虽然居敬夜已经52岁了 也没怎么出新作品的他 但在社交平台上 非常活跃 如今的居敬夜 依旧保持着他年轻时标志性的光头 看起来酷酷的 他热爱穿搭 经常晒出自己不同的穿衣风格 皮衣搭牛仔裤 羽绒服里套连帽卫衣 不管是款式还是配色 都看得出来 是精心挑选过的 个人品位也非常时髦 除了穿搭 居敬夜也热爱机车 他坐在大型机车上的样子 和他做起音乐来的样子 如出一辙 看得出来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 他义无反顾 当然 还有喜欢的人 在网络上曝光的 居敬夜的照片中 最受关注的 就是他和大S 早年间的合影 两个人抱在一起跳舞 一脸的甜蜜 据说那一年 居敬夜作为苏惠伦演唱会的嘉宾 去到台湾地区 也是因为这场演唱会 意外成就了他和大S的缘分 当时 大S就坐在观众席 在后来的庆宫宴和各种周边节目中 大S和居敬夜多次见面 据说也是大S最先展开追求 而居敬夜则表示 当时一看到大S就觉得太漂亮了 瓜吃到现在 很多吃瓜群众才恍然大悟 大S的二婚 原来是和昔日恋人破镜重圆 带着一双儿女 嫁给自己的昔日恋人 太酷了 据报道 大S当年非常喜欢居敬夜 因为居敬夜当时的知名度非常高 所以两个人出门约会 还需要乔装打扮 至于当年的分手 则是因为公司禁止恋爱 两个人才不得不分道扬镳 没想到这一别 就是24年之久 很多人都知道 大S脚踝上有一个刺青 是一朵玫瑰的形状 在2010年 居敬夜就曾在韩国的节目中透露 说大S在脚踝上赐了他的姓 但很好笑的是 本来应该是韩文的 但是文成了酒 而最令吃瓜群众感动的是 居敬夜曾在节目中被问到 上一段恋爱是什么时候时 他回答 最后一次恋爱是在2000年初期 大约20多年前 如今掐指一算 有理由怀疑 居敬夜所指的 便是当初和大S的那一段 居敬夜在发文里 也坦白地透露说 他是听到了大S离婚的消息 把当年的号码找出来 拨通了 才又和大S重新恢复了联系 震撼之余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在这段比偶像剧还偶像剧的故事情节里 得出一个道理 前任的电话不要删 自己的号码不要换 万一几十年之后还有用呢 由此反观 大S前夫汪小飞在离婚之后的种种作为 似乎也真的不重要 也不必再纠结是否婚内出轨了 一别两宽 各自安好 过去的也就都过去了 后来说